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一个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芝加哥现在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女性各方面的优势 比如说她怎么样跟社会的协调能力比较强啊 比较容易适应环境啊 那如果在芝加哥 比如说我们现在周围发生 过去发生一些移民的社区 发生一些比如说华人的一些暴力事件 不要只讲华人好了 比如说别的社区 有的是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有这种暴力事件 多数都是男人在社会中 比如说在工作中啊 不如意 然后呢回家把家里人杀了这样的案件 是不是呢在我们刚刚讲的男人在各方面 她的比女人更少一些事业能力 各方面她在移民的环境下 更突出她所有的这些缺点 她有您呢 您是这个心理学教授 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有没有这样的人来看心理医生 您说在这个移民社会中很难排解 这个跟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 我觉得移民是属于犯罪比较低的一个人群 实际上犯罪人群最高的第一个肯定是男性了 你随便避眼睛说 你也会知道一定是男性 因为男的比女性更容易冲动 耐受挫折感更低 暴力倾向这都是男性的特点 所以肯定是男性多 第二个我觉得移民只是提供了一个压力 大多数的移民为什么不犯罪呢 他很愿意说因为在这个国家不容易 仅仅是犯一个交通违规 你就要被清除出境 所以怎么办 他尽量实际上会遵守了 那些男人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实在是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他容易我也认为是压力本身带来的 但是贫穷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你的受教育的程度低 跟男性本身有关 跟找不到工作经济贫穷有关 所以你要处于经济收入的犯罪 会发现实际上跟男性 跟你的经济收入低有关 而不是跟是不是移民有关 就是谁遇到那种环境下 觉得钱都没有希望 工作也找不着 那汽油没地方撒 他本身是男性 那当然跟到一起呢 我觉得最贫穷 经常说贫穷的环境 或者贫民固民自称犯罪 我觉得是跟那个环境有关 那移民总的来讲 在美国是属于经济不是优势的这个区 但是你再看 如果是把经济条件这个因素 放到移民的环境里 你会发现那些有钱的移民 投资的移民 他的犯罪率就会相当低的多的多 那为什么同样是移民 就是因为他经济条件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跟经济条件更有关 而跟移民本身关系不大 我觉得郑珍可能想说的 另外一层意思是 同样是移民 咱们不讲犯罪 男性的移民可能比女性移民 更难适应环境 或者更觉得不舒坦 可能是这个 也有这一层意思 比较难与融入进去 或者是比较难与像如鱼得水一样的自如 那我觉得从东方移民来说 可能是有这个倾向 但是这个倾向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男性和女性相比 他的优势少了一点 比如说东方女性 他比较娇小 他身材也比较好 也不太容易见老 那么找工作的呢 就可能有一点点优势 那你那个东方男性呢 可能在一个是 东方男性我们叫中国过来 除了张一生以外 不是不是 我是东方男性过来的 其实都是很强的 原来就比女性强的 总体上都是什么名校毕业啦 或者在学校里头都是很不错 家里是在国内可能是重心捧月的 到了这来之后 就是达不到在国内那样的 重心捧月的情况下 对自己的期望值 对自己期望值比较高 然后他这种不满足的感觉 就比较强烈一些 女性呢 这种强烈度就不多 还有一个吧 说句说句那个话 就是美国的男性 是比较高大的 他比较 我是看过那个资料里说 美国的CEO 六尺以上的比例占的比普通人是多一倍 也就是说 对外贸很有要求 个子高也是占便宜的 像你到那个华尔街看看 你找不着的 那东方男性在这方面 优势就欠缺了一些 或者说有些移民男性 那这些东西都给男性 融入社会增加了一定的障碍 不能说是主要 但是是每一个东西都加进去 所以东方 就是说男性移民 比女性移民 融进社会更加难一点 这个情况是不是存在 我觉得这现象存在的 但是我的解释是相反的 因为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 移民的意思 就从一个国家 到另一个主流社区了 那比如说中国人到美国 美国就白人为主了 其次是墨西哥 这个黑斯拜那个 再其次是黑人 那你一个就变成 真正的少数民族了 那这个主流民族有的时候呢 不愿意吸收 其他民族的男性 是因为怕对自己形成威胁 所以他来自一个女性 刚才你讲的是柔小 我是其他 他觉得威胁就比较小 所以假如说政府规定 可以必须要顾残疾人 必须要顾女人 他特别高兴 说没问题啊 只要残疾女性 他容易顾我 因为他是弱势 弱势情绪 不代表女性等于残疾的 不是各大一集 我放在一个句子里来讲 是这意思 这样他会觉得 对自己的威胁最小 如果雇了一个男人 把他培养优秀了 很可能我这教授 我的老板就被你干掉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更准确的是 社会不容纳他们 不是他们更难以融入社会 我觉得是两方面 都有 但是我觉得更主要 社会不容纳他们 因为一个男人 感到另一个男人的威胁 远远多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的要求 这个说的是对 第二个呢 我总觉得是这样的 女性呢 这就是选择比较多 女性可以嫁 全世界什么样的男人 都能嫁 哇这个男人呢 你想一个少数民族的男人 找一个优势民族 或者多数民族的 独一的人呢 往往你要付出更多 你要更优秀 你很少看到一个 男人有少好钱 找了一个优势民族的女性 这种事非常少 那真的叫纯爱 纯爱都是小说里 在你的那笔下 这种人能看到 在我的现实中 看不到 看不到是什么呢 相反是一个 有工作的这个 或者是没工作的 这个美国的男人呢 他能找一个少数民族 里非常优秀的女人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能提供 另一种东西呢 有依有靠啊 有身份啊 有其他 能吸引优秀的女人 他的社会联系 所以你看咱们 中国女人 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女人 嫁给那多数族的男人 有的时候 一半以上都不是优秀的 但是相反 咱们中国男人 要娶这个对方的 就是多数民族的女人呢 往往是你本身 都特别优秀 所以这样的比例就低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坎 往往是社会的定时带来的 而不一定 光跟中国男人的期待之高 因为我觉得 期待之每个人都有了 但这种东西就会麻烦 之所以来自中国的 名校 其他男人的到美国多 因为男人有一种 闯天下的这种 这种能力 本来就是男女不一样 所以你看美国历史人 一面也是男人多 因为去了可能面对死亡 女人一般都留在家里 守着家业了 男人闯得多 所以男人比例高 所以期待之在我看来 是正常的 问题是 她生存比较困难 但是很可能跟你 像所有的人数 我觉得都有关系了 我们那个作家张爱玲 曾经说过一句话 她说那个女人 可以做老板的妈 可以做老板娘 可以做老板的太太 实在不行 还可以做老板的妈 但是男人呢 很少说我要做老板的爹 我要做老板的先生 所以说男人呢 他对自己呢 有一些期望值 女人的话 选择比较少 那所以说 您刚刚讲的是说 是不是对 我们现在产生的一些海归 很多海归回去 都是男人比较多 你觉得是不是 也有这方面原因呢 就是男人 有自己对自己的 有些要求 对的 但是你看海归的求偶 就正好是跟这里相反 来证明刚才讨论 我们讨论的都有关了 你看海归回去之后 就把这个 这个少数族裔 多数族裔就去掉了 结果它变成都是优势了 结果你看到 在那个 这个国内的著名的 混连网站统计的时候 那海归的选择 就会比普通的 国内的人 会超出一比二的比例 那为什么呢 是大家因为 首先就认为 你是成功的人回来 不是说你来要败 而且你钱包也比较古 钱包想象的比较古 想象比较古 还有一个 可能还有一个外国护照 对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了 就是说你就突然变成了 一个多数族裔 完了你又是这里 比较优秀的人 又是杜上金 因为刘洋的美国和欧洲 都比咱们大陆还 目前为止经济发达 所以这样你身上会代表一些 先进的这些文化的一些东西 融到你身上 这变成了 在我看来都是优势了 但是它的幸福度并不高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些优势了 那则偶肯定是概率高了 但是幸福度不高的 原因是因为 它认为它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所以我一个人在美国 没有生存下去 或者在欧洲没有生存下去 我回来再失败了 那你想这样的 就觉得别人像戳我金两骨一样 就变成了我只有成功 不能失败 而在国内的人呢 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的 可能大家对你期望也比较近 你只能往上不能往下 这样的你越来越往上就好 那从海归回去的人就觉得 如果我跟国内的人 做到一同等程度 他都觉得是一种失败 那这种显然是不合理的期待 不合理的预期了 结果就往往会落差很大 因为不是他想的那种情况 所以经常会出现 强龙不压低头蛇啊 海归呢就变成乌龟了 所以这样的就比较麻烦 对很多人造成心理冲击 所以你看海归回去 咨询的男性的多 那我想海归女性不多 也有一个原因是 你像女性到这来读书了 把PhD什么都读完了 再有点工作经验 已经都三十老几了 可是你回到中国一看 那什么五十岁就退休了 他不让你进 而且好多职业里头还说呢 有这种关系 对啊 好多职业里头都说 二十五岁以下 身材什么 个头一米六五 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一些性别歧视 那女性当然就不愿意回去 还有一个女性 她比较崇尚家庭 她觉得我在这已经安定了 有个小院 或者有个院子 两个孩子一条狗 狗倒不一定了 家中国人不怎么养狗 就是说她这个 比较容易安逸 她相对来说 像男人闯事业的这个镜头 她就没有这么足的镜头 所以她女性海归不多 也是原因之一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主要是男女 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对 女人成功一般 只得是小家的成功 个人的成功 周围的人成功 或者是跟自己 有血缘关系的人的成功 男人有的时候 想的是大的家 比如说 所以最简单的例子 不是最简单的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米少就说 我们为什么不留在芝加哥 你做你的律师 做你的教授 我做我的律师 我们都挺好 可是奥巴马 欠了那么多的钱 一直到四十多岁 大学的债 还没还钱 他们俩刚毕业的时候 两个人欠的债 就比他的防供还要高 所以那可是为什么 奥巴马不着急还债 他说我可以找高薪 可是我更甘心 去南部有一个 钢铁厂刚辞职 刚关闭 很多工人实业 我现在帮助他们 所以他想象的家 是一个大的家 或者是一个社区 在女人的里头 即使是这么优势的女人 他想的也是 自己的两个女儿 所以我认为 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这在张先生可是说了 其实真正的是 男人比女人要强 你看男人的视野 多宽广 男人的心多宽广 想的是大家 女人是个 所以男人 要说小女人 大男人是小女人 对但我觉得 这个不一定是 好跟坏 扁包跟扁的区别 我觉得就主要是 长期以来社会 你想一个女人 如果都不顾自己的家 对男人的要求 对对对 如果每一个女人 都不顾自己的家 都想的是大家 那谁去生孩子 社会没有稳定性了 家庭是最小的细胞 所以我觉得 正因为是女人 都想家嘛 实际上男人 才被惯了 可以想更大的家 所以说男人 经常说 这个物理扫完了 就扫天下 女人的物理扫完了 就回家了 对 是这样的 连鄰居的房子都扫了 对 所以 不过我觉得 现在男女的差别 你说的这个是 五千年 几千年的历史 给男女 造成了不同的 要求和 我们从小 得到的一些概念 可是现在男女的差别 其实是越来越小了 因为需要男子 用体力来完成的事 现在已经 好多都用机械代替了 你说这个事 让我想起 你跟我说 那个科幻小说 对对 我就想说 我是几年前 看过一个科幻小说 这个科幻小说的作家 是美国很有名的 科幻小说 叫做乐魁 他呢 就写过一篇 写过一个小说 叫做黑暗的左边 他那个里头 写了一个情形的 当然是科幻了 就在这个小说里头 是没有性别的 你80%时间是没有性别 那另外20%时间是 随机定义 你可能是男 可能是女 然后呢 你就作为一个男人 去就是 就是提供这个精子 或者作为一个女人受孕 所以呢 这个人有可能是 五个孩子的 三个孩子的妈妈 两个孩子的爸爸 就是这种角色 然后他在这个角 他在这个科幻小说里头 描述了一个 一个理想状态 就说因为没有性别的差别了 因此也就没有对 弱的侵略和控制 因为 就是把女人的优点发挥出来了 也不是 也不是 他说就是说 性别之差没有之后 因为一般的概念是 阳是强的 阴是弱的 所以呢 你对弱者就有一种控制和开发的这个问题 和一个掠夺和侵略的问题 你没有了这个差别了 那个东西就不存在了 因此他就描述了一个比较自由完美的世界 同时他在这篇小说里 就想说了一个重要的那个概念 就是说 是让我们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中性的 也就是说 除了我们一些功能上的一些差别以外 还有因为历史原因造成了思维的差别 其他的最本质的东西 实际上是中性的 你不带性别 也就是说 爱 同情心 吃饭 包括一般的欲望 对 这些其实都是 不一定和性别 有关 直接的联系 那这个东西呢 就有意思就有意思在 如果你的人的本质是中性的话 他其实这个 就提出了一个翡翠人 翡翠人的意思就是雌雄共体 然后呢 我就 他里头就连说到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作家的一句话 他说 最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共体的头脑 也就是说 你这个人呢 有雌性的和雄性的头脑思维在一起 你这个人其实才是最出色的头脑 后来想了想啊 很多那个 几个偏一点的例子吧 就是最出名的服装设计师 基本上都是 男的 同性面 都是同性面 为什么 他是词 他又有男性的这个东西 又有女性的东西 所以他成了非常好的 或者说特别出色的男人 女人都有男人的特点 特别出色的女人 男人都有一些女人的特点 这个倒是比较容易 跟人家沟通 比较高 对 我觉得还是跟行业有关系 因为什么呢 就是类似 比如说刚才程老师讲 这个 跟这个服装设计行业 跟这个美学有关的 那你肯定是 拥有这两种特质好 比如说女性的审美观 对色彩对这些比较好 男性的这个理性思维比较好 当你一旦具备了这两个 那就像智商跟情商平衡一样 所以你会看问题的东西 既有理性的色彩 又有感性的光芒 所以你摄出的东西就容易多角多圆 所以就会容易 那再比如说跳芭蕾舞这个行业 表面上看 那肯定是一个身体的美 应该是女性最好 但你再仔细看 除了柔以外 它还有力的东西 所以当你力跟柔结合到一起 本来是个矛盾的东西 放到一起 那这样的行业 就会把这种平衡的人 塞选出来 但是你看战场上的将军 杀人最多的 一定不能是女性化的 因为我们他有这种话 叫妇人之人嘛 他真的是说杀一个两个 我们都能够好了 是杀人犯了 杀的这个一群人的话 那你就变成了民族英雄 是吧 所以就说 当你这个最有名的将军 巴顿将军等其他 你看着都是一种野蛮 粗糙啊 那种阳刚之媚 因为他真的去敢杀人 那这种情况 明显就是倾向于男性了 那你还有的那种 纯粹跟女性有关 比如说做那手工刺绣 这个他不靠力量 他是靠巧啊 他拿那针钉线 你看清到了 两个手指头都 束手指头都做不了 不但是女性 还是最柔的女性 那不可能是男性 或者平衡的人最优势 所以我觉得是 跟你从事的行业有关 可是我觉得行业 因为现代化的发展 已经越来越 没有极端的需要 也没有界限 咱们把那个战争给排除 因为战争 实际上我们是很反战的 我说我是反战的 特殊形象 对 最终是战争要消灭的 不是一个 当着事业来做的 所有的事业 现在凡是需要力量 都可以用机械 凡是需要特别精细的 那个也可以用机械 现在你说 激光都能够做什么什么 你人眼看不见的东西 放大镜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对最极端的 对于性别要求的 严的这种行当 其实都可以用现代化的方式 慢慢的就是 男人压力大 不是男人压力大 就是男人女人的要求 对性别的要求 就逐渐减少了 我是想这么说 对性别要求 在职业上就逐渐减少了 所以男人和女人的距离 实际上是拉近了 对的 如果从人类的进程上 一开始你需要跟你说斗 需要拿弓箭 你没有枪 所以这时候男人就好 从整个的进程上 刚才你写的是科幻的小说 就是人类的 非常非常久远的未来 不会是现在 也不会是下100年 那可能是永远都 对 永远都时间不了 所以才这样去想 所以刚才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感性的思维在讨论 说如果需要性别的东西 都消灭了 那你看男跟女的关系 是不是都变了 我觉得会有可能那样的 但是现实社会 或者是在下100年 可预见的未来 那对权力之争 对性的这个要求 对金钱的这种崇拜 肯定是存在 只要他是人 只要是人 所以那男女就要去竞争 那竞争呢 就有的行业适合女的 有的行业适合男的去竞争 个人发挥自己的优势 有的两个都是 比如说建筑行业 不可能男女的扛运质板了 但有一天的运质板 不用人扛 那是100年以后的事 都是机器人吧 对啊 但是暂时实现不了 20年就可以了 那是就我说 这行业可能差别 了小 从动态角度来看 从现实来看 但一定是你从事的行业 有关 比如说我们的媒体 那肯定女性 最适合从事的 因为是高科技 主持 有这些色彩 又是摄像 又是编辑 这些都不是适合 男性最突出的行业 那我觉得像类似这样 为什么从业医生 教师 媒体都是女性多 那明显有这个 有一天 真的所有的行业 都是男女的性别 都不太重要 那天就是刚才小说 说的那种环境 我认为会到来 但是我却跟小说 想的那个利益 它说的是未来了 我觉得现在 从科学角度来 却不是这样解释 人生下来实际上 都是阴性的 阳性的叫TDF 我们慢慢的 外眼自体那东西 开始分泌 才决定什么人 变成男孩子 那一开始是 咱们变成男女 分开之前 都是女性 都是雌性 最后男的那些 叫TDF 这个基因 才分出雄激素来 最后大家 才往男那变 没有这个基因 就一个基因 决定了男女 听起来人很复杂 男女区别这么大 就一个基因 所以这一个基因 叫TDF 这个基因 那就决定了 人们往男性 所以我觉得 人最深 应该最早不是中性 而是应该 雌性是阴性的 最后才逐渐发展 成雄性 那社会再交给他 你怎么变得雄性 那就是雄性 杀人放火 抢劫 干什么 更有阳刚之美 这是为什么 好莱国的电影 对影响很大 还是教育问题 但是教育问题 把你引导成那面 就是美了 我觉得未来的时候 一旦这个角色虚逐了 可能引导 平衡状态是最好的 最优秀的 大概社会就会变 其实现在亚洲的 那个影星 尤其像日本 韩国 我怎么看的那些男性 都是小孩的 真的 我一点都不喜欢 后来我就发现 我说怎么回事 怎么都一点 没有阳刚之美 然后我就发现 那个我真是 大家都对 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很粗犷 很有男人气 做事很果断 很果敢 很敢承担的这种男子 大家都特别喜欢 这样的影星 倒反而红起来了 像那个孙宏雷 你说他也 不好看 也是也不能说 希望他现在 没有在看我们节目 不不 我们不说他不好看 就是不秀美 但是这样的男人 就是有男人气 但反而特别红 这就说明 其实女性 虽然促在这个角度上 她已经跟男性 接近了 她还是希望男性 有男性的阳刚 至少我还是蛮喜欢 您刚才那个 对那个 您刚才那个 TTF还是有要求 还是有需要 不过前一阵 有一个报道 就是一个星期前 那个题目 是那个 New York Times上的 题目就是 非常的 那个题目 就很 很让人惊讶 就是说 男人 谁以后 还需要你们 我一看这个题目 吃了一惊 赶快打进去看 我也发给你看了 所以我们才想起来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 他里头就说了 他说那个 当一定解决了 生殖问题 繁殖问题以后 因为现在已经可以 无性生殖 不是无性生殖 就是说 事管您儿 就是这类生殖 这类生殖 不需要男性的 这种生殖 而目前存的 这个精子 已经够世界 全世界几百年繁殖了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男人是不是真的需要 他当然说的 非常的 就说 极端 我并不觉得 那些观点都是对的 实际上我觉得 男人和女人 是一种平衡 阴和阳一定是 相互 相互就是 调协 平和 这个世界才比较 比较像样子 因为你生活在 现实的社会 刚才你讲的是 现实不是未来 现实的社会里 就是说我们还有 男女的区别 还有性激素的区别 等等 你刚才说 喜欢那样的阳刚之美 就是因为你本身 是女性里面 还比较偏女性化的人 所以你就特别 会需要的阳刚之美 如果把你 雌激素全部去掉了 你可能就没有 这种关系 那倒也是 第二点 社会中间 好莱坞地上 总是宣传男性的 像史太龙这样 能杀人能放火的 那种阳刚之美 就容易刺激大家 为什么都去演爆炸 炸药 可能你不一定 喜欢这样的女性 但为什么这样的 片子很叫做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看电影院里的 暴力的电影 女性看的不少 为什么 因为她就觉得 那个能追求这个东西 还是因为她生活在 那是一方面 有一个刺激 因为她那个情节 比较跌拓 但是还有一方面 就是说在这个 一般暴力 比较强的电影里头 男人有一种 有一种不怕牺牲 有一种果敢 这种东西 在平时看的男人 也都不大容易看得见 在电影里面 寻找理想 所以她就会是这样的 但我总觉得 一个女人 至少在现代的女人 不是说未来世界 刚才你讲中性的女人 没有性别 无性生殖 假如那天有天实现了 跟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的女人需要的 不是光精子 如果只需要精子 就完全可以不需要男人了 她还需要性 性跟精子是两回事 精子只是性的过程中 还有需要相互的和谐 对相互的和谐 一性的吸引 性的满足 甚至是一性的爱护 精神上的依靠 精神上的依靠 是精子所不能替代 哪怕是最优秀的精子 所以我觉得 全世界的精子 再多十倍 女人还需要男人 女人需要男人 说的没错 我跟你想的一样 女人是要求的高 是既需要男人 还需要她的精子 而且女人需要的是 像男人一样的男人 也不光是像 想来了男人 那是你 所以啊 就是未来世界还没有到 所以人还没有在这里 一定有他的道理 在今天我们的 现实生活中呢 我们男人和女人 还要是学会 互相的和谐的生活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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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